记者叶永千屏东报道,屏东市东龙宫王传记今天举行绕境一事,在众多镇头及神明的陪同下戴天寻寿卢府大千岁进行屏东市区的绕境活动,沿途鞭炮声不断,相当的热闹,源自于东港东龙宫的屏东市东龙宫今年举行王传记,18日到高平西引请戴天寻寿卢府大千岁降价,随即展开两天的屏东市绕境活动。 今天在屏东市绕境,上千人的镇头及信徒在市区绕境,沿途鞭炮声不断,相当的热闹,大千岁等一行人中午则进驻到此奉公妈祖庙休息,受到庙方人员的欢迎,并且也为王传天在物品,各镇头也在妈祖庙前广场表演,吸引了许多人前来参加,因此中山路及永福路也在中午时进行部分路段的交通管制, 以维持交通安全。 庙方人员表示,明天及后天将进行王传天在、压煞等相关的宗教仪式,后天在高平西送王焚烧王传,完成王传祭奠,希望借由王爷的神威和绕境活动,祈求加护平安。 由于屏东是东龙宫成立的时间,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庙方班头不足,东港东龙宫在这次王传祭还支援了近二十名的班头前来协助相关的典礼事宜。 而大千岁的教父因为没有东港有七角头可以轮流,所以特别则采取英帝之一方式,由其他庙宇的教父来支援,与东港七角头担任有所不同,让屏东是阴王自成一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